美国费长一家炼油厂在当地时间 周五清晨发生了大爆炸 目击者形容当时就好比核弹引爆 顿时天摇地动 甚至在100公里外的纽泽溪 都能够感受到爆炸的威力 消防单位一度通知附近居民就地掩蔽 直到上午的7点才解除了危机 而炼油厂发布声明指出 初步判定起火点是丁丸的存放桥 但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这起意外总共造成了5个人受伤 一团火球直窜天际 瞬间照亮夜空 目击者惊呼连连 当地时间21号清晨4点多 美国废城一家炼油厂 前后发生三次爆炸 目击者形容当时就好比核弹引爆 顿时天摇地动 还以为自己难逃死结 爆炸威力强大 甚至传出100多公里外的纽泽溪 也能感受到爆炸震波 由于爆炸后火势还不断延烧 就怕有更大规模的爆炸发生 当局紧急封锁炼油厂周遭主要道路 并通知附近居民就地掩蔽 直到上午7点火势获得控制 才解除危机 发生爆炸的厂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 为美东最大的炼油厂 隶属一家私人企业 这次爆炸也使得汽油价格上涨 炼油厂发布声明指出 有5名员工在这起事件中受伤 幸好伤势都不严重 初步研判起火点为丁碗存放潮 但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成为人编译